大家好,黄之锋、周庭和陈浩天的三名港独头目相继被抓 应该说是一个普天同庆,大快人心的消息 黄之锋和周庭属于港独组织《香港众志》 这个组织黄之锋创建的 黄之锋也是 黄之锋也是这个组织的召集人 大家对黄之锋也比较熟悉 譬如之前的反国民教育 黄之锋就是反国民教育的时候一战成名的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年 包括后来的战中了,望角暴乱了等等 香港一系列的活动都离不开黄之锋 他虽然很年轻 但是这个人却很能作妖 那么在之前他因为一系列的暴力活动被捕助于狱 那么6月17日他刚刚出狱 就叫嚣着要把反修例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那么后来果然反修例活动进入了几个高潮 那么黄之锋的主要罪行就是 在621包围警察总部的过程当中 涉嫌删获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组织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明知是非法的 那么依旧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这三个条款 那么周庭也是黄之锋 所创建的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一个小同目 一个小骨干 那么周庭涉及的是后两项条款 也就是说周庭没有煽动蛊惑他人未经批准的集结 但是周庭涉及到了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 以及明知是未经批准 但是依旧去参加这个集结 怎么说呢 这三个条款到底是轻是重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无论是黄之锋还是周庭 那么他们所参与的活动 所涉及的暴力 以及他们所涉及到的非法的行为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应该不止指这三个 不是应该 而实际上就不止这三个 那么不知道警察是否会就他们的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在不久前 也就是8月7日 黄之锋其实也曾承认 与美国驻港领事交流 那么要求美国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制裁香港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 对吧 这个口口声声为了香港好 为了香港的民主 却不停的要求美国来制裁香港 对吧 那你这个把香港制裁了 你到底是为香港好 还是为香港坏呢 十分让人不解 这也就说明吧 对吧 他根本也不在乎香港的好坏 那么他在乎的也只是 他在他杨干爹那里的 这个功绩到底有多大 那么他的功绩都是以香港很多人的 你可以说是生命鲜血吧 或者说是未来的前途和代价所获得的 那么之前也听很多消息说吧 包括黄之锋啊 包括这些泛民的 还有港族的这些人啊 他们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需要有流血 有牺牲 譬如抱眼的那个女的 其实这个事就非常的夸张啊 那么关于这个眼睛啊 到底是警察打的 还是啊 他自己人打的 现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双方都在拼命的炒作这个事情啊 对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客观 只是把这个事情啊 作为自己的一面旗帜啊 作为自己攻击对方的一个手段 但事实上啊 你真正啊 要澄清这个抱眼的这个 呃 女人吧 这个女暴徒吧 对吧 到底是谁打的 其实也很简单呢 啊 那么看一下他伤口的照片 伤口的大小啊 呃 还有他能够推断出吧 他受力的情况啊 大概能够推导出一个弹道 具体我忘了啊 我看一篇文章这么说过 然后推出弹道 大概就能推出来 呃 这个枪击啊 距离他多远 而且是布弹 还是钢珠啊 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就说这个事情很简单啊 就是你用科学的方法 就很容易知道真相 可是啊 目前对吧 都不用科学的方法啊 而都是啊 用这个事情大肆的炒作 本身就非常的夸张啊 也就说明啊 这个事情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 但是这个暴眼的这个女暴徒啊 只是整个事情的一个缩影啊 那么其实啊 目前香港的所有的事情啊 都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 而像黄之锋啊 譬如周庭等等吧 这一类人啊 就是在拼命的煽动意识形态 那么一有风吹草动啊 都借着这种事情啊 大山特山 但是却根本不关注这个事情的本质 也不关注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更没有心情去关注这个事情的受害者 那么他们所要获得的啊 本身上啊 就是属于自己的利益啊 那么陈浩天啊 也是在逃往日本的过程中被抓的啊 为什么说他逃往呢 因为啊 陈浩天在八一 香港的贝湾街45号 有一个废弃攻杀的仓库里啊 警方搜到了汽油弹 还有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啊 以及弓箭和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等等 这些非法务必 拘捕了七男一女 那么这七男一女里面呢 就有陈浩天啊 陈浩天是 以一圈港币交保 那么他交保之后吧 是不许他离开香港的啊 这个香港的法治和大陆有点不一样啊 大陆在这种情况呢 是先把你关到看守所里 然后呢 进行调查你的罪证 那么如果你的罪证落实了之后呢 就会给你送上法庭啊 那么香港是交保 交保之后啊 那么警方在调查罪证 这个过程中间啊 可能过很长时间啊 再会提告你 也就说呀 再会送你上庭 这个和大陆不一样 但是但是啊 他被保释期间 也是不允许你自由活动的 对吧 所以啊 这个警方要求啊 这个陈浩天啊 在9月初的时候 要到警署报到 那么他也不许离境 可是啊 他现在要离境 要去日本 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啊 因为他身上本身就有案子 二一个呀 对吧 他本身就不能离开香港啊 那么之前啊 望角暴乱 有一名主犯 叫黄台阳 和他差不多呀 这个黄台阳啊 呃 也是因为参与了望角暴乱嘛 被保释出去了 但是啊 呃 是不允许他离港的 那么要过一段时间 要送他上庭 可是这个过程中啊 他跑到了英国去了 得到了英国的庇护 这本身就是比较夸张吧 那么但是啊 也庆幸的是啊 这一次啊 那么这个陈浩天啊 并没有让他跑掉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陈浩天啊 他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 那么香港民族党啊 是一个明确的提出了 呃 港独的口号啊 而且以港独为奋斗目标 那么也因为他这个目标呀 违反了基本法啊 违反了香港的法律 那么在 嗯 大概几个月前吧 几个月忘了啊 呃 被香港政府呢 依法给取缔了 所以这个陈浩天啊 是一个坚定的独立运动的 呃支持者 那么他的这个民族党被取缔之后啊 陈浩天又发动了政治取盟运动 向香港的中学生宣布港独啊 宣传港独 那么他在每个中学里啊 都有组织的啊 还从中学里培养头目 也就是说呀 这个港独啊 要从娃娃抓起 这个东西啊 也是非常的夸张啊 也是非常的可恶的 因为啊 这个孩子还未成年啊 很多政治上的东西啊 你更不应该 就是灌输给未成年 那么更不应该啊 让未成年 接受到这些教育 因为他还没有成年 他的世界观没有形成呢 那么在他呃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要更多的啊 呃接触外界信息 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触 也就是说要给未成年一个保护啊 那么在这个保护的范围之内啊 啊让他学习啊 人和人 人和家庭 人和社会 还有一些啊 基本的知识 你比如数学物理通识等等 学习这些基本知识 那么让他对这个世界啊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才再逐步的去认知这个世界 以至啊 最终啊 他成年之后 去正式的去接触这个世界 那么这是一个孩子 一个未成年世界观啊 形成的过程 那么其实他的这种运动啊 本身啊 就是打破了一个未成年 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 当然了 当然了 那么能够出现陈浩天这种事情啊 其实还有很夸张的 就是香港的教学 那么香港的教学啊 本身也是比较毒的 而且更可笑的是啊 香港的教学 把他这种毒的思想啊 或者这种反路反中的思想啊 通过教材的形式 灌输给了啊 广大的未成年的学生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这本身啊 就是打破了一个政治的底线吧 毕竟孩子太小 对吧 你不能给他宣扬仇恨啊 你也不能给他歪曲事实 你更不能把他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了啊 这个本身呢 就是影响和破坏了 未成年世界观的形成 那么也破坏了啊 这个未成年啊 本身的啊 知识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形成 所以说是非常可恶的啊 那么我也不知道 这个陈浩天啊 他这个 呃 向中学生吧 发起政治启蒙运动啊 会不会最终啊 被判刑 但是在香港那个环境下 我觉得很难啊 但是但是啊 就是陈浩天所有的罪行里 其实他这个行为啊 才是他最大的一个罪行啊 那么再回到周庭吧 周庭啊 本身就是黄之锋的香港众志里面的一个成员啊 是黄之锋的好搭档啊 那么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情不楚的绯闻啊 当然在这里啊 就不传这些小道消息了 不过非周庭啊 长得确实还不错啊 我看那个香港难不万的论坛里啊 很多的蓝丝啊 本身很痛恨黄师 唯独抓了周庭 这帮人一度的惋惜啊 怎么说呢 这个美女犯法就要罪减几等了 这是不行的啊 这个不管是美女帅哥 还是什么东西吧 犯法呀 都是要同罪的 不过呀 香港警方这次抓他们两个 他俩和陈浩天不一样 抓他两个是因为621包围警察总部的暴力活动 那就是说呀 香港这个警方有点滞后啊 这个621过去好久了啊 但是亡羊补牢 有时未晚吧 也像前面说的 黄之锋 6月17日就出狱了 621呀 就组织 对吧 冲击警察总部的暴力活动了 这个是劳动效率挺高啊 那么这也说明什么一点呢 就是621之后的一系列活动啊 肯定都脱不开它了呀 这也需要啊 警察的进一步的核实 进一步的深挖吧 最终啊 像他们这些港独分子吧 都不应该逃脱法律的制裁啊 而且应该啊 判得重吧 其实我对香港的这些养法官呢 没有信心啊 但是不管这帮养法官怎么判吧 对吧 那么警察也要尽心激励 挖掘出更多的证据啊 比如毕竟啊 在绝对的证据面前啊 这个养法官也不能太离 离谱吧 对吧 如果太离谱啊 我感觉香港的这些爱港的人民啊 也应该抗议了 把这帮养法官给撵出去啊 那好吧 这期视频大概就说完了 那么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啊 一个呀 是比较普天同庆的 是大快人心的啊 那么第二个呀 也说明啊 那么香港的一系列的活动啊 也基本要在收网当中了 那么最近几天啊 大家也能够发现啊 这个香港警方啊 在执法的力度上 确实比以前强多了 也开始在逐渐的抓人了 不仅仅是抓黄之锋 他们三个啊 他们三个是比较有名 是小头目 其实警方最近啊 已经抓了不少了 大概我以前看 大概前天看的吧 好像有个六七百人了 就是已经抓不少人了 那么其中很多人交保了 也有几个人啊 是被拒绝保释了 也就是说警方也在收网啊 那么香港的这一系列的暴乱活动啊 应该持续不了太久了 那么除了警方啊 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压力 比如这个汇丰啊 还有这个国泰啊 简单说一下国泰吧 那么国泰啊 最近啊 公司又出了一个章程啊 就是所有参与罢工的 那么一律要解雇 当然他是说以后的啊 就是这个民航局啊 对国泰实行了禁非政策以后 那么国泰也是卡在了以后 之前呢他没有提啊 之前呢他其实解雇了不少人 但是之前可能我觉得 从国泰航空角度来讲 之前的全解雇 那国泰航空就要趴窝了 对吧 因为之前参与的 密尔参与的范围太大了 我觉得国泰航空啊 也会说呀 对吧 之前参与我们也没统计 我也不知道是谁 他也就是把一些头目啊 给裁掉就拉倒了 那么但是啊 在之后的呀 他说就是不行了 那么参与了就会被解雇 其实国泰航空的这个做法啊 力度啊 咱不说大小 但是影响很大啊 毕竟毕竟啊 那么香港的人啊 还是要恰饭的 对吧 还是要吃饭的 除了这帮学生 拿着父母的钱 到了学校 不好好学习 不认真学习 天天搞这些烂糟的东西 对吧 你毕业之后呢 两眼一门嗨 像黄之锋这些头目上外国了 外国给他兜底 对吧 你可能给他个学历 送他去哈佛 给他个绿卡 那其他的呢 那广大这帮学生呢 那广大小韭菜呢 你能有什么呀 你还是到在香港 这个地方困在这里嘛 但是因为你参与了这些活动 大陆可能不让你来 那欧美又不接收你 东南亚不让你去 自己又没有什么文化水平 没学到什么技术 没学到什么知识 搞了四年的政治运动 你毕业后怎么办呢 其实你看看 当年战中的 这些学生柳秀 今天除了像黄之锋 陈冠聪这些 叫罗冠聪吧 什么冠聪的 还有这个陈浩天呢 继续在搞这个政治啊 在这里腰五喝六的 那你看其他人呢 很多人呢 对吧 都已经归为沉寂了 很多人啊 生活并不好 你譬如那个女议员 叫尤淑慧 因为在宣誓的时候 违反了国企法 对吧 被开掉了 那么在当时啊 还上算下跳的 但是现在呀 做了一些 有点这个软色情擦边的活动啊 也被爆了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要么你继续搞这些东西 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可是这条路啊 都知道走不长的 对吧 那你在学校 这个大学四年 啥也没学会 天天出去煽动 天天搞运动 还像以前的视频说的吧 这个公司招聘你啊 你要能干活 你要能胜任岗位 你说我会搞运动 谁理你啊 谁理你啊 对吧 这个施安娜呀 也给香港的很多跨国公司啊 上了一个活生生的课 这个施安娜 就是国泰港龙的那个工会主席 对吧 你开了他 他还不停的租 还号召国泰航空的员工 包围国泰 你看看多夸张啊 这也给这些外国公司啊 上了很深的一课 这里啊 其实我也觉得 给香港的很多家长啊 也上了很深的一课啊 也说明家庭教育啊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看游行的时候 对吧 很多家长领着小孩子 有一些孩子真的也就是小学生啊 对吧 在那里高举着那些牌子 那你想想 这些小学生可能就是未来的黄之锋啊 也是未来的施安娜 那么也是未来的周婷啊 所以对很多家长来讲 对吧 那你 你送孩子去读书 你为了孩子是干什么 有一个好的未来 那么什么样有一个好的未来 还是要有知识啊 有文化呀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进入一个公司啊 公司要你 你得能干活呀 否则你天天搞这些东西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好啊 这期视频就正式录完了 那么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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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